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赴下生命中永远的失去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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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循在醉都高 空到天 如水 永远世oman 世思 渺秦明太 Bianchi 台湾 元台再以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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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播放生命的彩笛 腹下动人的诗句 感谢长岛浸丝国队热闹登场 为今天的感恩会揭开序幕 请大家再给一次热烈的掌声 我們請現場的師兄師姐 大家揮揮手朝左邊的攝影機 我們跟波斯頓的師兄師姐 和今天在家裡在線上 所有所有我們親愛的家人 我們大家熱情的打開招呼 莫忘那一年 莫忘那一個人的莫忘那一年 今天是中華民國雙十國慶 也是慈濟三十週年慶系列活動之一 我們今天跟波斯頓長島 包括紐約我們大家連線 可以說是我們慈濟人大家庭的聚會 老中青三代大家歡樂的聚在一起 除了要對資深的師公感恩之外 現在呢也希望透過這個活動 我們大家凝聚向心裡 喚起無所求的出發心 現在讓我們一起進入時光隧道 我看了以後很感動 也很懷疑 真的五毛錢都可以在醫院 我是真的有一點不大相信 我說真的也要去看看 師父說你要回去播種 千個人五百個人都有牽手千年 我一天就可以目到26戶 一開茶會會員就很多 走入人情好修行 所以師父這計畫我真的很有感觸 一開始的茶會都是家庭茶會 我們沒有會所 我們需要到哪裡哪裡去開茶會的時候 那麼我自就一不容辭 我說那我負責來開車 跟我們國籍讓師兄 我們兩個人 那麼開兩部車子 我們不會事情去問 你們這一場有幾個人會來參加 我們不會去問這個 那經會師姐是覺得很不好意思 就常常會說 哇你們從紐約來了十幾個人 還在我們這邊過夜 我們底下才六個人在聽 我就安慰他 我說沒關係 這個你不用擔心這個 我們有開始就是很好 我做了廚祭有二十多年 在加拿湯每天大街小巷 我都會去問他們要不要加廚祭功德會 每個位我要去十四街要去收善款 我不懂字不能誰 這個什麼店 我就把它畫畫 頭髮店也畫頭髮 咖啡店也畫的有咖啡的煙 菜店也畫的菜頭 紅蘿蔔 才會寄說哪一家哪一家 上人給我這個阿波羅的道場 開拉麵包店 顧客來的時候 我都給他介紹禁師儀 知道我是慈濟人 所以他的善款就拿給我 很多客人看到 你慈濟人有功德香 他就會找的零錢就沒有找 就投在這裡 所以我很珍惜這個功德香 雖然很久了 但是很有意義的存在 我們慈濟人開始是做的時候 會所什麼都沒有 有時候我們善款多的時候 晚上要在家裡加班 我們是正刻苦的開始 所以禮拜六禮拜天都在會所 我一開始就在慈濟值班 我是指禮拜天的 他們看到慈濟的消息 自己從各方面寄支票到會所 我們那天 那時候每天收的善款很多 我還曾經收過 是一個電腦公司 他寄了一張十萬塊的支票 年底的時候 比較善款多一點的人 我會自動寄這個 賀能卡去給他們 剛開始的時候 那個時候孩子也小 自己也困難 我每個月從二十塊開始 然後當我受證了以後 我就告訴我的兒子 如果我走的那一天 我還沒有完成這個願的時候 我請他把我這筆儲蓄 你要先去幫我完成了我這個願 從那個第一個願 從那個第一個願開始 我一步一步的 不但給自己完成 還繼續的努力中 做慈濟 不是有錢人的權利 也不是有錢人才能做慈濟 是有新人做的 為了慈濟也用 剪接機也買 我家裡一大堆機器 大的小的 我看到多少錢我都買了 我們就默默的去受 不會無所求的 把自己的無偶像 上年的精細 嘗嘗看之後 把自己也要換掉 投入慈濟 早年在人文學校辦活動的時候 其實其他有能力的那些師姐 因為他們各個都有這個任務 有項目 那我就沒事幹 所以那個時候就乾脆 劉文你就去做司儀吧 確實聽到他們說 劉文你辦事我放心 就是因為他放心 所以我就要更用心 每年的慾佛 好像都是一樣 但是我都會要把它 當作一個新的功課來做 每次都是要先歸零以後 再重新規劃 再重新想 今天的活動的成功 或大家看到的讚嘆 其實不是主持人一個人的功勞 事情是團隊做出來的 同時在慈濟沒有個人 只有慈濟人三個字 林師兄他有時候會跟王平華師姐 最早年他們一個當委託 然後一個當月仲 然後就帶領我們繞伯繞法 還有禮拜法罰金序 林師兄他就把這個法罰金 他就一字一字的用書法寫出來 就貼在牆壁上一字一拜這樣子 在這個金建主祝念這個區塊 渡了非常多的人進來 在人無助的時候 惶恐的時候 不曉得該怎麼辦的時候 我們拉他一把 然後安他們的心 也安他們往生的靈 去殯儀館幫人家收骨灰 寄骨灰 我在慈濟大概至少做過四次 所以我又坐地鐵回法拉斯 我就把骨灰放在我的身上 然後在外面就放我的皮包 我就這樣緊緊的抱著 我記得慈濟有一首歌 叫做《擁抱蒼生》 我永遠都不會忘記那一扇 所以我也很感恩上人 能夠創辦慈濟世界 讓我們能夠有這個機會 做一些可能是我這一輩子 都不會做到的事情 我在台灣就是慈濟人 冬季的衣服很多些善良人 把那衣服放在它那個一個 一般社會有就一箱 有箱子 放在箱子裡邊 我都從箱子裡邊 一點點都拿出來 或者是我們拿去洗啊 或者是怎麼樣啊 衣服啊不一定多喜歡 你看那麼多衣服啊 你能把這些衣服 讓他穿得很合適 很高興 而拿這衣服走了 這是你告著 冬季老人院我們去了十一年 我們那時候只有兩三個人 所以我一直很感恩陳嘉聰師兄 因為他其實是我跟老人院 最好的最佳伙伴 去了以後我們就一間一間去拜訪 然後才知道每個老人需要什麼 對不對 然後從中也學到什麼 瓷器不需要我們沒關係 但是我們真的很需要瓷器 我們不能沒有瓷器 對 我們不能沒有瓷器 就是這麼要一點微光 然後能夠你看大家在那裡做的 在China Town會所這樣子 你看一次至少都要做三百份 我們做好的食物 我們就是這樣子 就是這樣子 然後把它帶到教會裡 然後我們在那邊教會裡跟他們一起這樣子發發 對一天至少就做兩次這樣子 就是相信上人他說的 你走這條路 你絕對不會後悔 那我們那時候是張安老師很有心 因為他本來就台灣就教書的 所以他就成立一個中文學 中文班 那個只是一個中文班而已 我記得剛開始了 只有差不多十個小朋友而已 我們要給小孩準備擦水 那然後我們還要去外面 去外面募一些文具來 那有時候在倉庫那邊 雖然是走路過去大概五分鐘 但是常常老師那邊 突然間沒有什麼打個電話來 我要趕快把它送過去 下雪天的時候我就很喜歡 帶他們唱 心中有愛 心中有愛 白雪豆融花 就類似這樣子很應景的一條歌 那然後也告訴他們 隨時隨時心中要保持這個愛 尤其老師又這麼辛苦 要以媽媽的心愛別人的孩子 要以菩薩的心來愛自己的孩子 孩子要學中文 我們就把孩子送去學中文 那孩子在上中文的過程裡面 接觸到人文學校裡面 一群的事工 對我們來講 是一個視野的一個開拓 我想我們這一生哪有機會 他就到校長對不對 那在人文學校裡面 讓我們有機會 接觸到中文教學 和人文教學這一塊 沒想到 就是十幾二十年之後 結果我們一腳又踏進了 一個教育事業 慈善這個板塊 是我最喜歡的 能夠深入社區 包括大型的災難 災難的救助部分 慈善個案的發展的那種 自我成長學習部分 最刺激這個菩薩道 我一輩子都不後悔 所有的事情 只要你有心用心去經營 去延續的話 在慈祭這個路上 真的是很容易 而且會一路做 一路發喜充滿 一九九一年加入慈祭 那我就覺得說 我是一個護理人員 那我上班八小時之後 其實我還有一些時間 可以為社區做一點什麼事情 可以說是從一九九二年 大概是到二零零五年左右 大概有十幾年的時間 紐約的慈祭 這個醫療職業在這邊 就逐漸的開展出來 骨髓捐贈的一個推動 然後我們有做疾病的篩檢 甚至做社區的兼血等等 那當然每年的一診一定會有 所以參加慈祭 讓我的生命變得很豐富 熱烈的展示送給自己 一手來持路 我剛才在這邊上面看到 我們這一班的同學 我們都是在法華道上學習的同學 每一個人都這麼專心 深長的脖子 聚精會神的在看 我們看看自己 看看別人心有什麼樣的感覺 相信每個人的感受都會一樣 歲月真的是不留情 但願我們增長的是我們的 什麼會有令 謝謝大家 那我要問 你們覺得今天開心嗎 開心 開心 從剛才 早上再下雨 對不對 下雨就是我相信工作人員 每個人都是 看待那個表情就知道 然後呢就在等雨停了 雨停了 我們剛剛進來的時候 有專人 聽聽把這個花給插上 還有林股隊 叮叮噹噹噹 然後之後呢 還有專人給大家 確認 我們再走到 進來以後 我們看到這個 花花草草 花花綠綠的痴尖 一閃一閃亮晶晶 真是 非常非常感恩 這個我們這個籌備的團隊 我們大家 往我們這個主持台這邊看一下 不去看我 不去看這個 是那 謝玲師姐腳下 剛才新手插的花 所以我們感恩每個團隊 感恩每個團隊 希望呢 這個感恩會 感恩的聚會 對不對 我剛剛說 我們大家庭 每一個家人 都是希望開開心心的 要帶給大家 溫馨跟感恩 現在我要想問一下 有誰是不知道 不知道紐約恩會 是在哪一年成立的 如果你不知道 或者是你忘記了 請你舉手給我看看 喔好 其實我們的特別來的 沒有關係 既然大家都知道 那我可不可以 隨便點一位 我隨便點一位 還是誰要 這包隊友舉手 我們舉手想答 好不好 我們紐約恩會 你們剛剛都 你們都知道啊 也沒有人忘記了呀 那麼現在告訴我 紐約恩會是在哪一年成立的呢 1991 我只要一個聲音 來 1991 1991 1991年 兒童節 內年的兒童節 我想知道 剛才這個答案 到底是誰 哪一位 我們那個Rita師姐 我們不曬臉好不好 哪一位師姐 或者師兄剛剛提出來 1991年 1991年 兒童節 是雅飛嗎 是雅飛嗎 哎呦 雅飛師姐 你好棒喔 我要送你一個棒棒糖 來來來來來 我們請客人 魚榮送給你這個棒棒糖 這個棒棒糖做得非常精巧 是我特地拜託秀柔師姐 給我們準備的 那我第二個問題要問一下 有誰知道 我們第一次的茶會 是在哪裡舉辦的 第一次的茶會 我們問問二十五年 其實 蠻難記住的 有誰知道呢 如今的師兄 你知道嗎 第一次的茶會 是在檢師姐家 檢師姐家 其實我剛告訴你 我要誠實地 坦白地告訴你 我怎麼知道 但是謝謝你的答案 我們請 你們還是要送你一個棒棒糖 好 第三呢 第三個問題要知道說 誰是第一任的師兄隊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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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 秋雄師姐 還有 你也好棒 Yeah 好 好 那麼當年和尚團 你知道我們的女藝和尚團 是很夯的喔 對不對 陣容非常強大 那麼在這個和尚團裡面 最年長的是哪一位 最年長的和尚團員 夏拉伯 合法和尚團員 夏拉伯 對 校長就是校長 校長就是夏拉伯 好 那我們剛剛講到 最年長的師兄是夏拉伯 那麼今天在場 最年長的師兄 楊錦順師兄 來 我們也送他一支棒棒糖 好 楊錦順請坐 那麼當然了 我們還要 像這位 最年長的師姐 美麗的一朵花 陳寅銀師姐 請來我們在場這邊 我們送他一支棒棒棒糖 師姐請坐 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今天的這個 資深志工的頒獎 這個時候呢 我們交給怡榮 林怡榮師姐 首先頒發二十五年以上資深志工 請坐在你們的志工上台受獎 楊念港師兄 楊神助一師姐 楊錦順 可以 學禮秀穎師姐 黃秦舟師姐 周聚三師姐 秀穹琦師姐 張綠珊師姐 楊雅飛師姐 我們都為你們全世界中政壇隊員們參加 大家請留意照顧 夢想 留到街上 我們的負責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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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回座休息 小金小布 请黄明珠师姐 黄明珠师姐 也居然有一点点害羞 我们给大家鼓励的掌声 各位师兄师姐 还有我们线上的菩萨家人 大家好 今天真的是一个很特别很特别的日子 五天同谢 也是我的母亲为我受难的一天 我现在要看这份殊荣 献给我天上一百零三岁的情 看病非常非常高兴 我的母亲生前也是慈禁人 各自慈禁 不然不见 如果把五十年 藏在瘦量银行 二十三岁还算年轻吧 有人跟上人说 老哥怎么办 什么事都几乎没办法做 上人说 出来给人家看 所以今天我来了 首先感恩我们的活动组团队 勇心并且办了这场温馨的感恩会 我相信在后的每一位 都是满心的温满热乎我们的 所以今天天气有一点不理想 真的 时间总是最无情的 计划永远打不上电话 今天没有来的西风指点 真的很可惜 你们会后悔的 他们在线上就要感受气氛是不一样的 我们纽约峰会一路走来 十几位先离开我们的施工施点 其实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他们都是我们纽约峰会创会的元老 也是我们的典范 我正在这里受之有愧 三十年此记录 没有退录 但是真的 真的有懈怠的时候 我们的菩萨一位 人生的自然法则功德圆满 离开我们 我们真的实施感恩他们 尤其最让我不舍 与缅怀的是 五年前开我们的张胺老师 他作词敬意 可以说奋怒不深 用尽他一切的生命 他有一切的经历 不数好事都 他也担心我不够精进 所以也时时早次给我做 我们两个相互提示 记得在差不多两千年吧 还是一九八九九九年 那一年的暑假 有一个家长打电话给我 说他的先生重病 在医院里 他在这里没有一位亲口老友 所以他打电话给我 然后我告诉他 没有关系 只要你有什么问题 任何时间你都可以打电话 没想到过了几天 他在医生给我打电话 说医生要把他管 我匆忙赶到医院 陪他进去 见他先生最后的一面 真的 我像他一个人 他先生真的好大好大的眼睛 他没有哭 可是前身颤抖 我心里应该不会滑的 我想那是悲极五年 悲极五倍 哭不出来 我也是心里造战 不知道哪一个勇气 我轻轻地把他的先生的眼皮 落下 然后告诉他 先放心 先放下一切的世间姻缘 陪着土上走 快去快回 您的孩子 我们实际会帮忙 陪伴照顾照大 他还很年轻 两个女儿七岁八岁 儿子才三岁 他当然舍得放不下 慈祭不能没有您 没有他 没有我 我更不能没有慈祭 慈祭让我学会了许许多多 相信我这一生 都不可能做到 但做到事情 可是今天 碰到困难 碰到事情 我可以很勇敢地 对的事 去做 就对的 今年五十五周年庆 在我们八年的庆祝大会上 我们庆祀仁文之业营的 金进长 姚仁鲁师兄说 2066年 就是实际一百年 请问各位 您在哪里 当时我心中那里 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 我一定去了很快很快 就回来 各位 各位 心要定 志要坚 人生最美 是的 任何人都有美 上面也告诉我们 有心就有 有愿就有力 这句话 真的 给我的人生路上 尤其这次祭 三十年来 很深很深的感受 已获得 在这里 我虔诚地祝福大家 仍仍美梦成真 心想事成 也祝福大家 将将平安吉祥 五分钟的时间 谢谢感恩 感恩和明珠师姐的分享 接下来 我们要翻花20年以上 资深志工奖 请创造名的志工 一一上台受奖 杜青梅师修 盐桓雄师修 罗继相师修 黄雅瑜师修 黄大佳师修 蒋昌后师修 蒋山山师修 王正义师修 王黄慧师修 林清秀师修 张公顺师修 何秀楼师修 杏楚庙师修 刘文师修 许金梅师修 李文美师修 黄敬朝师修 王宋明师修 沈秋华师修 前赵秦生师修 沈慧师修 林来福师修 林慧琦师修 郭子玲师修 何社华师修 沈村松师修 沈村松师修 严正生师修 陈汉杰师修 李慧荣师修 感恩各位志工 我们请忽略师修 上台为这些 尽身赐功颁奖 权子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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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特 赛 我們一起來來跟大家合照 感恩各位志工的登護車 請各位回座休息 請蔣昌慧師兄為大家分享 各位志工師姐 我來二二五愛 真的從25年前走入時期以後 生活變得不一樣 生命更是不同的 我們人生再次做了第一次 在慈禧裡面的第一次更不留犯 第一次我們走到一個陌生的家裡 去關懷癌悟病人 然後從此以後就很多很多次的探訪 從中間我們真的體會到身體脆弱 也是曾經體會到 慈禧工跟會貝德裡面的 迷念 貧固 病患 奔走長接肉像 施育是要更是前面 也從中體會到 身體健康對自己的重要 所以少人在勸我們這些句子 食宿的時候 我毫毀不遇的就加入食宿的行業 我們自己的身體健康 對家人 對自己重要 對家人重要 對家人重要 對自己也重要 第二 第一 是在實際承擔行政工作 然後呢 也非常榮幸地接上校長的職位 如果不是在實際 包括我 王思琦 在座很多曾經加入過校長的 大概 人生我相信不會有一樣的機會 如果還能到校長 校長的工作行政很簡單 因為 為什麼呢 Opio Palmer行政團隊 所以 最感恩的呢 我們行政團隊的所有的職務 今天都還在 實際一直都在 我們永遠都還在 特別 黃秉書師姐 李慧龍師姐 楊大輝師姐 顏師姐 蕙琦師姐 蕙琦師姐 二十多年了 我們都還在 當然 像剛才的黃秉書師姐一樣 我特別要感恩 我們三郎老師和郭秉書老師 他們都是非常好的職務老師 有他們的應付代理 所以 都可以發揮的力量 所以 個人也學習了很多 就像剛才的 英文師姐說呢 就是一個團隊 我們這裡面沒有個人 所以 特別要感恩 在二十五年來 大家會說 奇怪 你不是才二十年嗎 然後 二十五年 實際上 都是瘦最晚一點 這是讓我們進來 二十五年 九十六年進來 呃 各位呢 師兄師姐的陪伴 所以呢 真的是 就像我剛才說的 這樣 我們的生活變得不一樣 呃 當然呢 這一路走過了 有一個人呢 我特別感恩 這個人呢 因為呢 我屬馬 所以我是一個 一匹人拖槍的野馬 但是呢 他這個 之前呢 一手拿胡蘿蔔 一手拿鞭子 一路拿鞭子 一路拿鞭子的我 然後呢 呃 實際路上呢 不敢現在 也一直 呃 能夠跟著上 他就是我的實事委員 現在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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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這個人家不是說 有願見有定嗎 三三 是吧 三三 回目一下嘛 讓你掉眼淚 嗯 各位 所以我今天在上人面前提到七十夫妻的時候 他上人跟我說要做深深思思 所以就是說七十還是不夠對不對 是深思思的紅修 不是夫妻 真的非常感動 這個詞藉道理也是非常簡單 來頒獎老師讚嘆也是感恩 資深志工的受獎 象徵的是所有志工的榮耀 因為有許多師兄師姐 因為他受政的年份稍微晚一點 但是他跟隨上人的精進的腳步 一刻都沒有填膝 剛才我們看到三十年所有的回顧 我也要提一下 品浩師兄跟六榮師姐 其實他沒有跟著我們走對不對 但是呢 為了要做這個資深志工的大葬金 他們收集資料 做訪問 剪裁 配音 所以我們真的是非常非常感恩 另外還要提了有兩位小菠薩 一位是李勇師姐家的陳若依 陳若依小朋友 剛才我們在看所有的影帶的時候 我們只是講話 我們講話其實若依是在家裡 聽了這個影片的我們發音 他把每一個字打成中文 在螢幕上我們看到 我們真的是非常漂亮 非常感恩 另外要直接來介紹的 也是一位又榮家的秋寶 秋寶 兩位小菠薩都有幫忙剪接 其實我知道秋寶今天好像也在現場 也給我們做場控 那兩位小菠薩站起來 讓我們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哇 感恩 那 待會兒還是有兩支棒棒糖要送給你們好不好 請你們笑納 笑著接受好不好 這個棒棒糖有特別的意義 你們真的是很棒 從這裡我們看到了我們自己的傳承 這個是我們師兄師姐 他要叫我們師父師婆對不對 我們真的是心裡很高興 我們看到了傳承 接下來是特殊貢獻獎 特殊貢獻獎 首先我要介紹一位秀外會中的氣質美女 作為一組老師 擔任過兩屆國際學校的校長 除了我們歲末祝福和木星木凡的晚會 他曾經兩次編排父母恩重南奧金的演藝 以他專業的補導基礎 加上權力以赴的精神 對這項特殊貢獻獎 郭老師是當之無愧 守護生命守護愛的代表人物 聽說是一位被太太捐給自己的大英王姚凡勝 這位老醫師 老醫師釜償很少說 總是一張謙卑的笑臉 在2003年的時候 他擔起了紐約人議會的召集人 積極著推動疫診、健康諮詢 也大力邀約他台大的校友 康乃爾同事跟同學 向他們勿心勿緩 不贏於利 所以這是今天兩位我們的特殊貢獻獎 說到特殊貢獻獎 今天我們在場有一位特別來賓 我想看一下特別來賓現在在哪裡 沒有關係 我們稍微等一下 我們可以慢慢的等待 陳福銘醫師是在印尼出宣的 現在好像是在加州定居 同時也是我們文藝會的大藝王 我們願意掌聲歡迎我們今天的特別來賓 陳福銘醫師 今天這個藝術學非常地豐盛 所以陳醫師在這邊跟大家講幾句話 我們歡迎陳福銘醫師 真的千言萬語 我不曉得要怎麼說 我國語不是很好 可是呢 我信量表達我心中的感受 那這一次呢 因為我是仁醫會 在做了 我們有 健康公司的夥伴 楊仁師兄 我們有 在疫診 國外疫診 衛師姐 還有 我的學弟 在這邊是 頂尖的 這個醫療人員 在做還有很多 我見過面 可是名字搞不清楚 所以 大家都在同一條 路上 就是池地的道路上 那 大概在 大概 很多人也不太曉得 我的名字叫陳福銘 福字 每年過年 你哪個餐館 都有我的名字 所以我算是 很有福氣 我本身 也認為我很福氣 為什麼 那雖然我們年輕的時候 受了很多苦 可是當外醫生的一路順風 後來就是認識上人 得到讓神的 雖然 上人不排除 因為我是 曾經是一個基督徒 他也跟我講了很多 所以我答應上人 2003年9月10號 在上人 我們見了上人之後 我們的家師姐是 比我深圳是實際 他就跪下來跟上人講 那我是跟上人講說 我是一個基督徒 能不能當你的弟子 上人就跟我講了一句話 知道陳大夫啊 所有的宗教 五教是同言的 所有的宗教 俗徒也是同歸的 只有兩個字能夠代表 愛與慈悲 愛與慈悲 這是我們實際 到世界各個地方 所做出的 所跟人家表達的 所以我們所付出的 只有這兩個字 所以 我介紹很多 在 本來我在Clearland 我們會所很多外國人 他們不了解自己 我從海地回來 跟大家 到了做了十一場演講 所以他們才 曉得我原來 實際有這個organization 對我們是 盡我們的能力 就是說把這個 實際的精神 跟外國人 希望 我們實際能夠 跟主流社會 聯繫上 那現在呢 我們現在 按部就班 也比較 參與很多 主流社會的 那個團體 那今天呢 我在做 在這 我很慎重的 要跟各位 尤其 紐約第七的 那個師兄師姐 因為 我的女兒 發生重大的事故 平臨死亡的邊緣 那因為 大家 很有 耐心 也有很多的毅力 為他 祷告 那不但是 紐約長島 紐約第七 本會 連聽說 總會 還有本會 的師父人 也幫他 祷告 所以 我也不曉得 是不是 其實我本身 我本身是不太相信 所謂的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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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氣了 這個情形呢 他現在的四個月 開完刀 換了肝 換了腎 一切都很正常 除了 他生這個 手麻 腳痛以外 其他東西都可以恢復的差不多了 所以我們就說陪他了六個月 那我想下個月有機會我們就回到加州 那 這個你想說是運氣嗎 這個運氣的 上人講說很多事情我們不要靠運氣 是吧 也不要 我從來也沒有去 跟上人一樣 我從來沒有去算過命 因為我現在我的命很苦 可是呢 我對我的福氣很大 所以 所以一路上 我的貴人很多 所以我 我女兒 我兒子 一學完畢業後 我說我要當大家的貴人 那回去我跟上人報告這個時候 你現在做的一切 都可以幫助很多人 那我的學弟 廖俊信師兄 他也是發一個很發大焉的一個 一無一生 那 我一路走來呢 跟大家學了很多 那還有呢 我自己本身呢 也學了很多 因為這次的經驗 我現在不太講 那台灣大概 我們成家了嘛 有三把 對不對 大家都曉得 一個陳吉仲 一個就是陳時中 現在的陳偉 陳陳陳陳偉什麼 陳偉 反正要被罷免那個 那現在加我第一個 所以這個四保 因為我在 開的 我來的時候 因為我都聽不清楚 我在那個 在一個鐘頭 在parking road 繞來繞去 繞來繞去 所以要叫陳四保 否則呢 不管怎麼樣 還是謝謝廖師兄 還有這個 Freyman 把我載過來 好 在這裡我真正的 要代表我們全家 包括我女兒 想跟大家講 謝謝 感恩陳福明醫師的分享 我們也祝福他的女兒早日康復 除了特殊貢獻獻獎以外 我們也有特別表揚獎喔 這三位都是曼哈頓 歷任的負責人 洪德華師兄 他一直都在慈善 個案關懷 值班 及負責現在的蔬果發放 梁翠平師姐 他也承擔精進組 值班人員 現在也參與蘇果發放 段登傑師兄 現在居住台灣 以往都負責 曼哈頓的活動 老人恩關懷 也有參與國際贈災 感恩以上三位的參與付出 接下來 我們也有快樂志工獎 紐約的張素雲師姐 人稱阿J 是我們紐約的香雞菩薩 以前都跟著羅媽媽 平常都在香雞幫忙 只要有大大小小的活動 都熱心參與 曼哈頓謝美雲師姐 曾經參與熱食發放 掃街也是香雞菩薩 他深受上人的法感動 每每回家路上 一路做環保回收 把收到的環保的錢捐出來 當善款 現在也幫忙蔬果發放 曼哈頓的郭秀琼師姐 都會帶著兒子 到會所做志工 曾經參與熱食發放 掃街 老人院探訪 現在也在蘇果發放幫忙 剛剛 影像上面的林妙之師姐 她一直都跟著羅爸爸 在做真善美的志工 只要有大小活動 她都會出來幫忙拍照 感恩以上各位快樂志工的付出 感恩 我們非常感恩這些資深的慈偉們 因為有他們無私的奉獻 讓慈激在紐約能夠深耕發芽 成長茁壯 讓我們再一次 以熱烈的掌聲 來感恩這些 勞苦功高的師兄姐們 同時也感恩 劉文師姐和儀容師姐 為我們主持的第一段節目 接下來由我 易貞 來為大家 繼續第二段的節目 我比較喜歡接地氣 所以呢 就走到這邊來 OK 好 我們實際 從紐約 發展傳承 到了長島 長島 第一顆種子 我們的碧蓮師姐 她 發心力願 廣召菩薩 讓更多的人 能夠加入我們慈激的這個大家庭 1995年 正式成立了我們長島聯絡處 從在碧蓮師姐家 舉辦了很多的活動 到了Great Neck的長島聯絡處 到了Jericho的長島聯絡處 到現在 這個莊嚴小而美的長島知會 這所有所有的一切 真的是要感恩 所有師兄姐們的無私付出 相信這一路走來 一定有很多很多的辛酸 還有難忘及珍貴的畫面及經驗 現在就讓我們一起來回顧 這所有的點點滴滴 那一年我們做慈激 長島聯絡處是在1995年的9月8號成立的 我們那一次大概有來了差不多有200個人左右 我就帶著志工送飯到家裡給獨居的老人 同時也找到了Shook Kitchen 就是發放熱食給遊民 我們每一次就二十幾個人到那個熱食發放中心 是長島的一個最大的一個 19個廚房的熱食發放中心 當我們走入人群 我們看到眾生的苦難 那那一份悲心 那一份不捨的心 就會讓我們覺得我們真的很有福 開始的時候我們只有十幾個人 可是就是因為大家都變得非常close非常好 然後那時候人不多 所以一有活動你就覺得好像應該去做 你不能逃 因為除了你以為別人 沒幾個人 我一直都相當低調就是 就是就是說 我就比較不會跟人家去真的 面紅耳刺 那樣很多事情 有時候自己看不順眼 可是因為有慈激 所以你就會覺得把這些都不值得計較 就這樣的話我自己也變得比較快樂 其實真的是 慈激就是一個很好的藥方 在我愛心宴大概是二十多年前的 我們試吃 手語 招待 募款 布置 我們所有那十幾個師姐 通通一手包辦 有佛法了以後再想起來 哇 真的是 要有保持那赤子之心 落頭的賴力 跟那個獅子的勇猛 有這些心的話 真的做什麼事都會圓滿的 我最強項的就是募款 因為我的工作就是Sales 我必須要真的要募到這個錢 我必須同理心跟災民是一樣的 所以我每次叫一個人我都會掉眼淚 也需要更多的布施 更多的是去幫助更多的人 需要的人 我承擔負責任的第一個任務 就是要找會所 我們幾乎就是有空 我們就會 就跟我家師兄開車到教堂 去問 然後去問說你們的教堂要不要賣 剛開始被人家趕出來 他說我們的教堂怎麼要賣 到處找到處碰 然後碰一大堆的頂子 那等到教屋的時候 真的我拿到那一把鑰匙 我自己就 痛哭流流 我說好不容易 好不容易真的買到了 我家師兄就開始監工 我們也是知道上人他想要的東西 上人的精神理念 做事的原則 所以我們一定要把這個會所做得最好 最接近上人的意 希望這個會所能夠長長久久 哎呀我就想巴拉圭好苦的地方 所以呢我就帶了我們會所的人進去 後來我那個巴拉圭的家改成了療房 又一步成長 就說那乾脆我們就去推展這個大愛 所以我們就巴拉圭巴西阿根廷 你知道就一路這樣辦 結果雅森森辦了一個議診 兩千個人在一個大公園裡面 好大好多帳篷啊你知道 我們還發藥啊你知道吧 我有時候看到苦的時候 我甚至於很想把我所有的給人家 我說為什麼我會這麼幸運 可能就是因為我曾經造了那個因 所以呢今天也不用佛言佛喻 你就把你的人做好了 那當然最重要的結衣人員 是真的是很重要 在慈青這個因緣呢 要回到應該是1998年那個時候 那時候我當下我就發願說 我願意來承擔 我內心中很感恩記憶師兄 因為他給我真的很大很大的空間 我們就每個禮拜五啊 我們都會就是晚上六點鐘 然後都會聚在一起 聚在會所 那時候他們慈青學長 就會幫我設計一些program 就是希望能夠把慈激的理念 善人的理念 讓這些年輕人能夠知道了解 感恩那時候有這麼一群的人 一群的事 讓我才能夠成就 我今天還能夠在慈激這個團體裡面 因為我的父母都是資深慈激人 那他們的委員號碼是420號 從小就是跟著爸爸媽媽 譬如說他們去街頭募款啦 那媽媽做茶會啦 我覺得最大的因緣應該是911那一年 去做志工的一個感受 讓我了解到就是說 真的我們看到的這個苦 對就是人生的 我們佛陀講的苦極滅到那個苦 那成立真的樂團 我就想說那我們用妙音來傳法 不只接引孩子對不對 我們還可以接引他的父母親 來一起做慈激 不知道他們以後會不會是慈激人 但是起碼這個善念 一定要支在他們的心中這樣子 成立中文學校的時候就是跟記者師兄 Mary 師姐他們找學校 跟學校的superintendant在一起的時候 我就跟著他們一起 學校開始建校了以後 我就因為好像順理成章的 就開始幫忙收學生的學費啊什麼什麼的 記得第一屆只有120幾個學生 然後我們經費都是不足 我們的錢都不夠用 但是也不搶學生 所以開始的時候是蠻辛苦的 我們培養我們的愛心媽媽 是我們很重要的一個階段當時 還有接著下一個階段就是 我們把我們的愛心媽媽 培養成我們的老師 後面承接下來的校長 都是這樣子一直上來的 那當然就變成我們的委員 變成我們的志工 我的孩子也受用很多了 對所以我覺得 是一個不會離開的時場就對了 走到哪裡都很好 長島的手語隊應該是從1995年就開始了 其實當時進來 慈激的這些師姐 我們長島的師姐 都是對手語很有興趣然後進來的 那我就會去找資料 然後自己在那邊一直學 然後來指導他們 我們這個手語歌 很多都是淨詩語的嘛 對不對來的 所以大家就說 那我們這樣子也可以學一些淨詩語 走了26年來 我真的也碰到了很多 很多境界給我 那我就知道說 我應該要怎麼樣去克服這個境界 上人的時候常常講說 青山無爭 福田用心耿 我就是常常用這一句來勉勵我自己 我們既然跟對了師父 那你就是一定要一直走下去 1998年 密支颱風很少中南美中 也踏出了國際正常的地步 很多大災難我都跟上人發言說 我要去參加所有國際的醫療職業 牙科醫生不是在醫療行業 不是很備受重視的 可是當你去參加實際的國際醫診 你才發現到牙科其實是比醫科還重要 主要就是我們真的夠拔苦 我們真的夠把痛根給它拔掉 沒有認識之前我覺得我就是醫生嘛 我就是有點高高在善龍感覺 別人都要聽我的 病人要聽我的 可是我覺得在刺激世界 學習到怎麼樣去感恩尊重生命愛 更佩服他們因為有著赤子之心 駱駝的耐力還有獅子的勇猛心 所以才能夠在慈激到現在還存活下來 好 上人曾經說過 我們慈激的弟子進入了這個慈激大家庭 他绝对不会让我们后悔 我们因为有了慈悸 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丰富 真的是要非常感恩上人 创造了这个慈悸世界 接下来将由长岛的师兄姐 带来第一个表演节目 手语足曲还有歌唱 现在就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 来欢迎我们的长岛师兄姐 我张开 你双翅膀 飞托着一个希望 飞过那陌生的城池 去到我向往的地方 在旷野中 我秀到芬芳 从泥土里 我是君严 为了土丝 长儿要吃丧年 为了不中花儿要开放 我走过 我走过 丛林小岗 也走过 把雪茫茫茫 看到了山川的风茫 也听到哪里在成长 我走过 我走过 你届过 小岛 我走过 你届过 不容易 我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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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的金吹啦 愛的雲的金吹啦 人願的月亮 人唱著馬 紅的金吹啦 愛的雲的金吹啦 紅的金吹啦 愛的雲吹啦 愛的雲吹啦 紅的金吹啦 愛的雲吹啦 白的雲吹 沙十二非雲吹啦 愛的雲吹啦 愛的雲吹啦 我自己的悲傷的表情 你像飛翔的愛 我都關心的愛 世間之地不散 其他人生愛 我都關心的愛 世間之地不散 其他人生愛 那些是誰 你什麼的 我親愛 你什麼的 你這個的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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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